首先回来来说一说小巨人姚明 退役之后是忙得不亦乐乎 一直都在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 最近他是写手妻子叶丽 拍摄了一部公益微电影 名字非常好听 叫做爱的代价之非诚物价 来唱了大家理性饮酒 饮酒之后绝不开车的理念 不过毕竟隔行路隔山 这位这个业余演员 在台机拍摄过程的时候 那是叫苦不断的 你餐桌上的时候放桌菜 然后我就 那时候还挺饿的是吧 在主题是爱的代价 倡导理性饮酒的微电影中 姚明本色出演姚老板 为应酬征集代价 昨天的活动现场 也有一位神秘应征者现身 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个应聘者 我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我真的是 有地动吗 要对姚老板说什么吗 请回答 来我们拿下面具 让我欢迎叶丽小姐 我太太她平时不太化妆 不喜欢 所以看到她有时候 化妆以后 给我的感觉挺真开的 就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是不好意思 肯定是不好意思 我才对 生活里叶丽正是姚明 免费的代价司机 在微电影里 夫妻俩照搬生活 上演了一段对手戏 姚明坦言 这是她最为放松 自然的表演 虽说在戏里姚明业力 夫唱不随 倡导酒后不开车 推广交通安全 不过在戏外 姚巨人还是自曝 自己曾经也有一桩 违反娇规的往事 我不知道现在规律 有没有变化 原来上海 骑自营车的规律 好像是11岁 到12岁以下 不一定是起 我不太记得 我先不能记住 但是让我从那 生高就很高 所以在很多时候 可以冒充一下 11岁12岁 但实际上 我就是89岁 89岁的时候 身高是要 我忘了 可能1米5 姚明的爆料 听起来似乎 有点像是在炫耀身高 2米26的小巨人 家里如今 又有了小小巨人 女儿姚沁磊 今年3岁 据说继承了 爸妈的遗传因子 已经长到了1米3 女儿现在3岁 身高已经到了1米3了 那么看姚明和艳明 就是你心中 女儿的理想身高 是多少呢 她现在没有1米3 不要乱猜猜 好像实际身高 很多